和客人聊天的时候保持热络的气氛 就算听不懂客人说话 也要微笑点头说嗨 苏妈妈杨锦华和Rose妈妈林静茹 俏皮巨星新进员工训练 交到递毛巾倒酒等等的日式酒店机密 客人入座后必须快速递上热毛巾 毛巾的温度记得暖手不烫手 在台剧华丹初上中 杨锦华将妈妈想的角色全时到位 与每个人都有爱恨情仇 精湛演技备受外界肯定 就连老公也是忍不住一刷再刷 杨锦华透露老公从戏剧上线到现在 已经三刷完全沦陷 更搞笑的是他还发现 老公通通抛去翻了他的剧本 抢先把第二季的9到16集全部看完 也让杨锦华忍不住笑说真的太扯了 有这么忍不住吗 决定要把第三季的剧本藏起来 警华还是真的是大家都讲的蛮好 但我还是很喜欢品演 因为他一直都有能量在 另一部人情夯剧《茶精》的制作人 与戴天忆一同受访时 肯定了剧中演员们的演技 近期台剧《百花旗放》 戏剧《超强卡斯》掀起风潮 TVBS新闻卢洪昌赵沛与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